來韋航怎麼看這個 國民黨內部的這個亂 而且這個今天甚至這個 也有評論出來講說 朱立倫 朱立倫如果說今天你是一個 總統參選人的話 你有可能讓黨內的這一些 這個這些什麼議長 什麼讓他們出走嗎 結果這些議長出走 像謝典玲 這個朱立倫是講 在情感上 我希望他能夠快 早一點回來 你怎麼看這些狀況 在情感上就不打算花錢 這個我們經常就是 不想花錢的時候 就是開始講情感 開始講責任 開始講這個 從爸爸阿公以來 到底有多少活動 你花錢你也花不過郭台銘啊 這個就是現在就沒錢 現在就是沒錢 所以就只能講情感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而且那個國民黨桃園 市員林投 還是在節目裡爆料 就說在桃園 郭董已經把這些這個 各大路口最大的看板 都定下來了 我必須要說 我今天還有聽到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來抱怨 然後民進黨會補助三面 國民黨的補助在哪裡 就是講這種話 其實當然是說 資源真的不夠 愛情與麵包 你要怎麼選擇 就是人類史上最難問題 不只要選的人難處理 黨中央也很難處理啊 他今天當然知道說 我應該去安撫議長 可是你手中沒牌 議長他又不選 那他現在議長怎麼喊牌 直接學友就剛剛講了嘛 我的家裡的晚輩或太太 去佔你的不分區 你可以是國民黨的不分區給我 你如果國民黨不要的話 郭董如果有一個黨 九十二億黨或是什麼黨 老虎黨什麼黨都可以 他那邊也許有個三席五席的機會 這種事很難講嘛 因為在台灣 過去有沒有這樣去分國民黨的政黨 有啊 五黨盟 五黨盟就是這樣子 實際上他也沒有什麼中心思想 但是我們都是一方之暴 我們組成一個也許有機會嘛 那郭董就是有資源 更有機會 所以他不用中心思想 不用說什麼 我們這個黨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不用啊 大家都知道現實一點 各自帶兵馬來 你是諸侯你就來 好那如果是就這種真正的大聯盟 我真的是搞聯盟啊 我就是組一個黨 而且這些人如果想要不分區 當然會幫幫這個郭董造勢啊 他大概從連數開始 連數就是第一步 因為連數是最急的 把他連數在他成立 據說是辦公室都已經在裝潢 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就是立刻會有比較效應嘛 我今天我議長還是掛國民黨 我唯一支持國民黨候選人 當然我太太在幫忙連數 全台灣都這樣搞啊 誰不會 因為國民黨有那個特殊條款嘛 就是如果是親人出來選 可以幫他站台 不受黨氣處分 所以原則上來講 早就已經有這個後門開了 所以大家可能叫太太 叫女兒去弄啊 全宇宙都知道自己在弄啊 我們在地方 我們在苗栗地方的時候 就徐浩昌他們一家人 都很常這樣子 做這種雙雙標操作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啦 確實你明天講八到九個有點太多啦 所以今天有其他明天講說 應該是八加九 不是八到九個 但是拉回現實啦 目前表態會跑的確就是那些人 其他人都還在觀望 那朱立倫要答應什麼效應 就是有一張骨牌倒下去 去了之後沒差 他的生意 他的議會經營順風順水 那國民黨都被人看扁嘛 那我算我一定就雙重壓寶嘛 為什麼我必須要幫助 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明年一月十四號之後 誰還存在 侯友宜還是新北市長 可是可能會被罷免 朱立倫搞不好當天前一天晚上都持主席了 剩誰在 剩郭董還在啊 他還是大老闆啊 他無敵無傷啊 他就跟你瀟灑走一回 所以議長們看的是什麼 明年一月十四號以後啊 誰還活著 誰有實力 誰可以叫牌 這個事情是非常現實的 如果國民黨的氣很壞 選舉會輸 甚至連立委都可能敗到兵敗如山倒 議長想的是什麼 大敗之後誰是唯一存活 我能夠喊牌的地方諸侯 是我啊 是現場啊 現場要靠我啊 不然他預算怎麼過 所以現在議長們想的是這一個 他不會這麼早出牌 但是他派出陳如剛剛前面講 派出他旗下無黨籍那些 去幫郭董處理這些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從這裡出來嘛 當然郭董他這邊接下來操作很重要 就是連署的時候 很直接會用到錢 過去那郭董當然可以用非常多的角度 去控制自己的花費 可是連署就是真的的組織站 這個組織站下去是真的會下到 甚至是村里等級都會有設一個站 都會有影音機都要有人去顧 這個資源能不能下得去 會考驗郭董的經營管理能力 當然國民黨也在看啊 到底是誰在這邊操作 那自己的立委候選人該站什麼樣的角色 我覺得這裡面都還有非常多變化的空間 那當然金普從現在所屬的這一票 或有一辦公室人應該會傾全力去阻止這一些 要選立委人往那邊流動 但是這種阻止有沒有效呢 今天林金傑只獲得警告 接下來會不會有看板貼出來 下面都是一個XX阿明之友會 然後就掛立委支持國民黨的總統支持國台 已經很嚴厲的口頭警告了 對啊就是非常嚴厲 你就下次可能要挫罵或是痛斥 但是原則上這些人就是不會痛 如果你沒有讓他們真正有痛感 像金普從過去讓地方拍戲這麼的痛 那麼不會有人把你們放在眼裡 所以請教這個益川老師 很奇怪 好現在這個謝典鈴算有掛詞 我退出國民黨可以吧 可是周孟榮周典論的女兒 最近都黏在郭台銘的身邊 還有來賓形容他簡直變成郭台銘的小秘書了 可是他現在跟你講 我不會退出國民黨 除非你們不要我們了 要把我們開除了 這個陳鈺貞也說我不會退出 那如果郭台銘今天真的阻擋了 這些人就會落跑嗎 現在一隻系統裡面 你說這裡議長會議長 這裡議長會議長會議長 他們上面都有一個更嚴重的 現在看得出來 聽郭台銘裡面 我現在分析起來 最大的就是張榮蔚了啦 就是張榮蔚了啦 那就是元清標嘛 元清標現在跟這個在插事情啦 那有真的還有那個動能 有那個動能在當的 給我看是張榮蔚啦 所以喔 這個朱立倫跟張榮蔚這關 如果要顧到 可能就要穩了 那不然也有可能會開花啦 可惜喔 現在朱立倫叫這個金埔聰 我看他們的態度是這樣 如果你要走要先離開就先離開 沒關係啦 他們也不會去眉 他也不會去眉卸電 他也不會去眉卸電 都不會去眉 你說要跟什麼 跟這個做夢想開刀 他也不會開刀啦 完全就是這樣啦 所以這些人都吃定了 國民黨就對了 你也不會跟我怎麼樣啦 我也不會怎麼樣 我也不會走啦 你說什麼油膠 這也都不會走啦 可是他說一個動態的 說要很嚴重都用嘴講啦 我剛才說的這個地方派的意思是說 大家都要來講啦 這些人有時候來講 不是說拿錢來講 就說一個金埔職 欸啊你來 你像在祖電論上就在抱怨嘛 說蝦友宜來第一招 禮貌前拜訪後 電話都不在卡 不在拜訪 也不在說 虛寒暖暖一個 說大了 最近怎麼離開 最近什麼 這個動作沒有去做 情形之下 這裡可以這麼安靜 人家在下廚也問說 離開了 最近蝦友宜上禮拜來過 最近又要來嗎 認知的啊 然後就像太陽人的